根据嘉义县市政府资料统计 嘉义县面积约1902平方公里 大约为嘉义县的32倍 但嘉义县内设置的AED 自动体外心臟电极驱散器数量 却远不及嘉义县的设置比例 目前嘉义县的AED设置符合法定标准 而部分八大场所中的民营单位 与额外机构的AED设置 则需民间自行购买 6年前嘉义县不是嘉义县 嘉义县的公共空间是没有一台AED 它是零 我们是从零开始 那也是因为我们在嘉义县先推AED 等于说成效不错 那我们也有看到嘉义县 服务员是嘉义县的32倍 但是它目前为止 它的AED只有81台 是在密度上是很明显的不够 刚开始设置的一台AED要15万 那请问公部门有没有边境费 没有 他们只能说靠公益的社团 或者说有心人士去推广 只有法令上有去规定 你必须它所公告的八大公共场所需要去设 那有依据这样的一个公告的话 我们嘉义县有的那个公共场所是41处 那所以在公告的八大场所里面 我们其实是都有的 所以其实超过100% 只要公告有41处我们都有 因为这个是102年那时候就开始嘛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 我们其实是有边境也有买 那我们会先去以卫生所 那时候边境会以卫生所为主 那再来就是希望民间自己去买 如果是公告的八大场所 当然就是要回归八大场所自己要去买 而不是我们买给它 由于法令规定AED 只有在卫生福利部所公告的人潮众多 会具有高意外风险的八大场所去设置 如果是私人机构自己设施的话 就没有规范要24小时开放给大众使用 若意外发生时民众罚取的AED 除了通报救护单位 也应联络管理单位求助 我们回到急救的概念里面回去 第一个先确定病人状况 那确定病人状况的话 真的它是需要再进一步 那当然就打119 119的话就是就可以 如果你有学过CPR 你也可以做CPR的一个处理 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不要把AED当成没有它就不行 而是要把CPR当成 每个人都要学会的基本的一个方式 有AED就能成这个神器很好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还是要 好我们现在要徒手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最原始 还是会有效 除了平时就需手织CPR 与救护通报的流程 来应对无法取得AED的状况之外 倘若能在第一时间取得AED 将可大幅提高急救率 因此未来能需多加推广AED的设置 守护民众的安全 中正一报 王雅玲 洪佳良 加热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